那种正思维产生的这个正见 就是合理的见解 也可以说合理的看法 合理的见解 所以你们的见解要正过来 不能走邪见 有些人既要成佛 又要成亿万富豪 菩提心是不是正见 菩提心还不是正见 那么我们看什么是正见 菩提心必须具有正见 正见是发起真实菩提心的主要动力 有正见的菩提心才是真实的菩提心 什么叫做正见呢 正见指离诸邪 离诸邪导的正观 华言经说 正见牢固离诸邪见 正见和邪见是对立的 圣漫经说 非颠倒见是明正见 什么是颠倒见 你们这一辈子要赚多少钱 这颠倒了 不是要这样想的 你们这一辈子要成多么有名的人 颠倒了 这叫颠倒见 颠倒梦想 你所有的梦想都是颠倒的 为什么 不究竟 正见是学习佛法中 温思修的中心思想 也是正确的思维 合理的见解 正确的思维是要用五智 法界体性智转八十乘四智 这个叫正确的思维 不是你会用大脑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会用第七第六意识惯性心 会用眼耳鼻舌身的前无始 会用自己的大圆境智 不是 这都是颠倒见 都是染无见 用法界体性智 第九真实阿摩罗史转前八十乘四智 这叫思维 正思维 正思维产生的正见 就是合理的见解 也可以说合理的看法 合理的见解 所以你们的见解 要正过来 不能走邪见 有些人既要成佛 又要成亿万富豪 前不久报到一个牧师过世了 这个棺材是用黄金打的 衣服是用黄金做的 剩下的黄金全做金项链了 挂在他的脖子上 这就是丰盛了 成圣了 没听说 这是魔王波训的弟子 魔王波训的弟子 要满足自己所有的愿望 金钱的愿望 事业的愿望 所有的愿望都要实现了 他就满足了 那叫魔王波训的弟子 那叫魔王波训的弟子 真正的佛弟子 成佛的正法的正见 是空性明体 在空性明体里面 什么都是缘起的 钱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房子 能住大房子 就住大房子 不能住大房子 现在的房子 住着也挺好 这都是缘起 你没那个缘 你不屈足那个因缘 你不要去想 想就琢磨了 为了实现那个魔 他又破坏了很多的缘起 去使那个房子得到 得到了命没了 有什么呀 你的福报就那么大点 你真住上去命没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要去攀缘 缘不居足的时候 去攀缘 就会把自己的福报折了 那么当我们有这个能力 顺其自然 你不做守财奴 住个大房子也没什么 开个豪车也没什么 因为你是不伤大雅 不伤筋骨 顺其自然 自然而然 很方便就可以做到 去供养这些东西 没问题 所以在古人说的 大德必得其位 它的地位一定是宠高的 大德必得其寿 它的寿命一定是很长的 大德必得其寿 它的薪水一定是高高的 没有说越修 我们是居士生 越穷 越光荣 不是 除非你出家 出家要四大节空 必须空 古代要求 手不持 金银财宝借 你是个出家人 你伸手 接这个钱 就泛街了 这是真正的 修士空 但是我们 居士生不行 你要 福德俱全 不可以少 福德 善根 这个善根 福德 因缘 得往生者 你即便去个极乐世界 你都要 福德 福报跟功德 都要去做 你才能够去 极乐世界 没有鼓励大家 越穷越光荣 但是心态平和 平平静静 顺气自然 自然而然 这就美 千讲复会 就不美 这是什么 这是大家要重视的 这个正见 就是正确的思维 合理的见解 修行 具有正见 就有了 破除执着的实力 你就不会执着了 然后开发 人人本居的 佛性 如来藏 能选修 转变 人体 无明 系统之法 走上一条 相续不断的 明行道路 转时成智 从而 取得成就 这里面 我们具备了 正见 就有了 破除 执着的 实力和能力 你只有 刚才说 要不要付 他要自然而然的 有钱 就让他付 这是正见 因为他没有 他的因缘 是这样的一个因缘 我要出家了 你的因缘 就是要修 自空 你就不能够 大富大贵 所以 你不同的修法 都能成到 要有正确的思维 不是人的思维 是转八十成四智的 五智思维 正见是正确的见解 见解 你的福报有多大 你横顺着 不是人为的去破坏它 这个就是什么 正确的见解 就是万法因缘 你的因缘 具足成为富豪 就可以成为富豪 你因缘不具足 你这辈子应该受穷 你就穷着修 一样能可以修成 所以是 这就是什么 万法因缘生 还从因缘灭 不执着 不执着 那么你去破除这些执着 就有这个实力 和这个能力 那么从而 把你的如来藏 你的佛性开发出来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请不吝点赞